决战水下伸展台 超漂亮 全球首創結合水下攝影 和戶外競賽的實境節目 團隊不必艱險 面對瞬息萬變的海象 賽程緊湊 且參賽者情感自然流露 節目精彩絕輪 令人驚豔 我真的蠻訝異的 是真的 決戰水下伸展台其實是 全球第一次以水下為舞台 的一個實境的競賽節目 那我們也創作了一個全新的賽制 同時也得到 紐約電視電影節的最佳創新節目 這是我覺得我們動了一向 這家公司一直努力的方向 其實我們是一家很小的公司 那我們並沒有很豐富的資源 可是我們一直很希望能夠創作一個 有台灣特色的節目 從水下30米一直到決戰水下伸展台 其實我們一直把台灣的海洋當作台灣的靈魂 還有我覺得是台灣應該拿來當作一個非常驕傲的事情的一個環境 所以我們一直很努力的在做這些事 那我在這邊要特別特別的感謝文化部 因為從水下30米到決戰水下伸展台 都是因為有文化部的補助的資源 否則的話我們其實很難達到這個目標 那我們也會繼續往這個部分去做 我們希望讓更多人知道台灣海的美麗 還有它目前面臨的狀況 但是我們不希望用教條式的方式去告訴人家 我們希望用讓你看到讓你感覺到的方式去告訴大家 那在這邊我也要感謝所有決戰水下伸展台的工作夥伴們 從前期一直到路之一到後期 包含所有的介護 每一次我們在移動的時候 在船上有一兩百人一百多個工作人員要上船 我們甚至在躲颱風 有一次他差點被船長趕下船 因為我們實在太多道具 他覺得他在等我們 所以我要感謝所有的同仁們 我們就不一一的唱名 然後我要感謝Janet 因為在她主持這個節目的時候 她正懷疑第二個孩子 所以她等於是一個孕婦在主持 從小富汗平坦到肚子很大 我覺得孕婦主持 尤其在烈日下其實真的很辛苦 那所以也特別感謝她 那最後我要把這個獎獻給我一個朋友 我那個朋友他在35年前 就長眠在墾丁的船潘石的海域 那我這35年來我從來沒有忘過他 沒有忘記過他 我也沒有忘過我對他的承諾 所以我把這個獻獻給楊峰成我的朋友 謝謝大家 謝謝